说一下油管的几个客户端对比 因为它有油管官方和油管家家嘛 但是如果我这先看一下 油管家家 油管官方的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我们看一下它是有广告的 我们把时间切实 可以看一下 而且没有后台播放 你一退出再就退出了 它让你订阅会员 但是我比较喜欢它的黑暗模式 和它的测速测速的这种形式 就是这种详细信息统计 我比较喜欢这个 看这种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它 如果我要看新闻 听音乐 就没办法去干别的事情了 所以说我不喜欢 把它给删了 我们再去安装一下 我昨天下载的两个 这我下载了两个 安周油管家家 我们试一下 看它有没有在安装 在安装了 我就觉得我还是比较需要后台播放的 以及它那个测速 我也挺喜欢 有的油管家家是比较老的版本 看这油管家家 去广告 效果特别好 就不用圈插去去广告了 圈插去广告 还会有个反应时间 泰的没有 因为圈插去广告 它一开始老是会跳出来 那个时间 那个页面 这一款的话 我看一下它的腾计信息 大家好 我是Toby 我爸最近吃米鱼做中餐 之前有分子告诉我 可以学做蛋炒饭 我今天召来了 王刚老师的菜 我不特别喜欢这种 而且它好像 它也有黑暗模式 但是它也有 应该也有那个 也有后台播放 但是它的测速 我不特别喜欢 我看一下下一款 我只是惊讶 你正在走 安装完成 继续安装另一款 安装这一款吧 一般的油管家家 它下面都会有一个横条 上一个APP 它下面没有哪个红条 看起来还行 但它测速 我不是喜欢 不是很喜欢 我们看剩下这一款 我就发现了这一款 我还是挺喜欢的 因为它具体我们看一下吧 安装 好 安装好了 它就是这个红条 这个红条如果能隐藏 这款应该很不错呀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测速 详细信息统计 跟最新版的是一样的 然后这些统计跟最新版的是一样的 对不对 后台播放 而且广告都没有 没有那个显示时间 那个非常好 好像穿插去广告会显示时间 感觉体验稍微差了一点点 有后台播放 有后台播放 像听着音乐 证实 还可以去看别的 看别的也可以 但是这个万一怎么去掉呢 你这个万一也挺烦人的 有强迫症肯定受不了 有强迫症肯定受不了 因为这个版本它好像是可以登录把它给去掉的 我们直接登录一下吧 用我的邮箱吧 动录了 然后它就没了 所以说这个版本目前来说我最喜欢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把它下载链接放在视频下面 也可以进群下载 我很喜欢这个版本 感觉比较符合我的需求